军事审判法 我们要感谢洪仲邱下市的牺牲 他的牺牲虽然不是外抗强敌的战场上面 但是却是在军法改革军中人权争取的战场上面 洪仲邱的牺牲有意义 在于洪仲邱的家人弃而不舍追求真相的努力 以及成千上万的台湾社会的公民 适时用行动发挥正义的呐喊 史无前例的突破朝野以及军中保守势力的僵局 让军事审判法能够今天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速度 顺利的来通过 我们希望在修法之后 能够让我们的军人用生命守护台湾的安全 以及民主的同时 他们的权益 他们的生命 也一样能够受到宪法 独立司法 制度精神的保障 这不是在削弱军力 而是在强化军中人权 法制 以及独立审判的宪法精神 让他能够落实于军中 让军队更有纪律 更有法治 更有效率 让军人更有信心 让家人能够更放心 让这个社会也能够更安心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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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